大家好,我是佐拉 今天是2022年的6月7号 我昨天去了淡水 去了原山站 去了书展 去了新店 然后又在宜兰的苏澳镇的冬奥海滩过夜 我算是离开台北了 这次在台北流浪了大概一个星期 见到很多人 和很多人聊天、交流、分享 然后在这几天见了各式各样的人 我有一个感触 因为昨天的Vlog不太好做 是太松散了 没办法形成一个连贯的故事 但是我来讲一讲 我这几天遇到的人的一些感想 遇到很多人 有30年、20年社会运动纪念 也有50年社会运动纪念的 也有各种各样的背景的人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 有些人会认为高明 有些人是经验丰富 有些人很高明 有些人认为人的理解是有层次的 是高层次的、低层次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对这些字眼 我是有一些看法的 比如说高明与否这个东西的话 我就觉得它所谓的高明是不存在的 人与人际的区别 或者是观念的方法的高明与否 只是取决于你对细节的掌控程度 你了解的细节越多 你做出的事情就越 你应对的可能性就越多 所以你做出来的产品 你做的事就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小 所以但这不能算是高明 只能算是你是否经验丰富 是否了解到各种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方法呀 思想呀 没有所谓的高明之说的 至于那个层次的问题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把 把人和动物分开 觉得或者把普通人和 受过教育的人分开 说出一个层次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感受体验各不相同 确实有些人体验的比较多 有些人体验的比较少 有些人得到的资讯比较多 有些人得到资讯比较少 但这也不能体现为 称之为层次吧 只是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所以我不觉得我层次有多低 也不觉得我层次有多高 我就觉得我的见识面 我的经验 我的想法 可能会比普通人多一点而已 但这不证明我所谓的层次高 也不能证明我聪明呀 所以我就觉得 很多措辞有带商榷 见到这么多人里面 确实有些人是很谦卑的 但是也有些人是比较自负的 觉得自己知道很多 但是他们没办法用自己的语言 把他们的观点说出来 他总是会推荐一个书单 说哪本书里面说过 但是那本书里面怎么说的 他却总结概括不出来 他说这个太宏大了 要给你介绍很多背景知识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就觉得不OK了 学以至用学到的东西 如果你用自己的语言 讲出来 或者是交一次别人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到了 这才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所以关于学习方法的话 我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学到东西 教给别人的时候 等于是化成了自己的语言 融入了自己的思考 巩固了自己对这个知识的理解 要是你能运用一次的话 那就更棒了 所以我就觉得 学习实践 转交给别人 再教会别人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也是最好的教授方法 假如有人在做 类似的教学方面的探讨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值得是比那种田牙式教育好多了 我觉得我虽然 就我个人而言 虽然我的学历不高 但是要说同等学历的话 我应该还是有的 所以我的很多事物的理解 还是会有自己的看法的 我总是不会盲听于权威 我会去探索 去理解 去找其他的 其他东西来印证 所以做一个不盲从的人 做一个有探索能力的人 做一个有好奇心的人 这样的人才能 不断地吸收到新的知识 所以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我不是一个高明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有高层次的人 也不是低层次的人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有探索精神的人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尝试着去探索 去学各种乱七八糟的知识 把它应用起来 不要把自己顾不自封 封在一个固有的领域里边 对其他领域完全不敢探索 好 这期的Vlog 由于没办法用昨天的素材 所以就做成这种全粹的 分享感想的这个影片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我现在在宜兰县苏澳镇的东奥海滩 这里有看我最近影片的人 就知道我最近常来这里露营 因为我要回花莲 我都会选择在这里过一夜 我不希望一次开回去 我一次开回去要开250公里 太辛苦了 所以就在这里玩一玩 好 拜拜